歡迎回到This World of Mines屬於我的戰爭 我們今天要繼續我們第29天 Day 29的生存日記 那在昨天我們到了狙擊手廣場 那個地方我們找到了一大堆的基本物資 不管是components還是OOTS 都多到非常令人不可思議 那我們甚至還找到了一個嬰兒 我不知道他的爸爸是誰 是跑出去看那個狙擊手的那個男人 還是甚至是那個狙擊手 我有點不太清楚他爸爸到底是誰 但是今天晚上我會帶著我的Pinlock 再去那邊一趟 嘗試把那個孩子給救出來 那 我覺得我們今天早上應該可以把 我們昨天晚上帶過來的那一些電子元件 升級我們的暖露 因為我知道大家一直在低溫的時候 非常非常非常容易感冒 一下就感冒一下就感冒 那我們的醫療物資已經非常的不足了 所以希望我們今天早上可以請 Martin幫我們把這個東西 給升級上來 大家都沒事嗎?看一下喔 他說Martin感覺有點生病 我就說吧 大家都在生病 嗯 Martin你到樓下來 然後 你幫我做一點 做一點東西 我覺得Martin已經快要掛掉了 呃 Martin你是不是需要 Martin你先吃點東西 你先吃點東西 然後 然後 我等一下會把室內溫度變得 熱到你都會想脫衣服 OK嗎? OK 你吃了點東西 之後 精神稍微好一點之後 你來做一點東西 那 Kaya先躺去床上睡覺 Bruno他還在感冒中 他還在recovering 每個人的dialog都有在增加 那 Martin我需要你幫我做一個 這個 溫度計 謝謝 那 先躺著 那 Bruno我需要你幫我起來 看可不可以做一點東西給大家 我們現在應該是有水了對不對 我們現在應該是有水了對不對 我們有四單位的水 呃 The story Kaya told only confirms how dangerous this time 噢他們在說狙擊手廣場那個地方 他說Kaya剛剛講的故事 只是說 呃狙擊手廣場那邊有多恐怖多恐怖 我們需要五單位的水 去做一份餐點 我們還 我們還缺一單位的水 你先吃罐頭吧Bruno 那 我們做好那個東西之後 我們可以升級 升級我們的東西 那 Bruno現在已經吃飽了 非常的OK 那Kaya一樣躺在床上 Bruno我需要你幫我去轉個收音機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Bruno他的日記 Kaya說 Kaya told me about sniper 他說Kaya告訴我一些G手的事情 然後 我很信心我自己不是這樣 呵呵 天啊 Bruno這個自死鬼 那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暖爐給升級 來看一下Marin他的故事 第二十八天的時候 他說 It's sad that Kara didn't help that man But I'm glad she survived 幫助哪個男人 能說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跑過來的那個男人嗎 昨天晚上跑過來的那個男人嗎 我 我有什麼辦法能夠幫他啊 嗯 Getting food is now 他需要吃點食物 我昨天沒有辦法能夠幫他好嗎 你不在現場 你不知道我昨天發生了什麼事 Kaya說 嗯 嗯 我們必須更小心 不然我們會像那個男人一樣 OK Bruno你要去哪裡 你在幹嘛 你在看他嗎 Bruno你去床上睡覺好了 你感冒 那 我們東西弄好之後 喔 有人來了 是Buggering的 那我們裝點Fill進去 這應該會讓溫度提升到非常非常高 嗯 OK 你也去睡覺 那Kaya Kaya你可以起來吃點東西 那 你去休息 我們等一下需要換點東西 OK 來了來了 你只需要稍微等我一下 我吃點東西馬上就來 我們不能讓他跑走對不對 OK Kaya吃完東西了 OK 打開門 哈囉 正在等著你呢 我們來換一點東西好了 嗯 他這邊有罐頭 有Bandage 還有很多components 不過components 我知道哪裡 我可以拿很多 所以 目前來說 我覺得還可以 醫療用品的話 醫療用品真的很貴 他今天沒帶多少東西來 components的話 其實 你一直給我的話 其實我一直想要有 所以 屋子的話 我沒有辦法帶太多 食物的話 你有沒有水 沒有水 你沒有水 你有糖 咖啡 這樣子沒有辦法 Sure 我可以拿一些 我可以拿一些herbs跟你換 不要 我不會獲得這些東西 我寧願換這個 他不要 換一個這個可以治感冒 如果有人的感冒變得很嚴重的話 這個能救上他一命 繃帶的話 目前Kaya 現在回復的我覺得正還OK 所以 目前不是很急需繃帶 我們需要再找一些東西跟他換 也許你會需要換這個 不會嗎 電子元件我會需要 純酒精 可以 那我可以再換個罐頭嗎 快可以了 所以代表我需要再補上一些東西給你 你就可以願意跟我換 所以 我想一下喔 對 我這個東西好像快壞了對不對 對 我這個東西快壞了 如果補上這個 我還有一些槍血 我可以再做 OK 我覺得這樣子是一個很好的ID 嗯 我想一下喔 我原來可以用快壞掉的東西跟他換喔 這樣行得通嗎 居然行得通 我需要一點燃料 OK 這樣子 一個罐頭 一個繃帶 我為什麼要崩掉 我要這個 一個罐頭 一個藥瓶 四個燃料 我們只要照顧好大家的病 現在我們的升級已經升級好了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 可以嗎 我想一想 還是要換components Fine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 OK啦 謝啦 那我們再放一個進去 現在溫度已經升到13度了 我還滿滿意的 可以加多少個 一樣最多是加6個 OK 那 溫度提升上來了之後 現在雖然只有13度 還是希望能夠 希望能夠就是加點東西 跟我預期的有點不太一樣 我還期望它能夠再更 再更任何一點 像是20幾度 還是我想太多了 我們拿點藥給 拿點藥給它吃好了 不過在這之前我看一下 有沒有電子元件 現在15度了 你有電子元件嗎 你有電子元件嗎 你沒有電子元件對不對 好 沒關係 嗯 我們去拿點藥給它吃好了 快呀 動起來 那 我們吃了一個罐頭 沒有水去 好 我們把藥給 我們把藥給 好 那 給你 這個是什麼 喔 給它的意思嗎 這樣子它會不會心情好一點 好啦 那你繼續在床上睡覺囉 那 Bruno的狀況也是 目前正在慢慢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要燒水的話 我們會需要什麼東西 啊 我們的肉可以了 好 我們先去燒水好了 OK 嗯 我們要燒水的話要用 這個嘛 對不對 我們會需要一個filter 一個filter要三個 可以 我可以做 這樣子我們明天的食物才會有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filter出來 嗯 filter在這個地方 來 做一個 所以冬天的水源 比 比 夏天或者是其他天氣 取得還難 就是 還比較難取得對不對 Alright 那我們把 水給燒開 這個暖爐到底有沒有用啊 又降到14度了 那 我們再把 水給燒出來 需要放四個是不是 那我們等他煮四個 看可不可以蒸六東西 然後記得下去拿 記得下去拿肉 我們在 他洗掉之前 再多加一個燃料進去 維持等一下夜晚的時候 大家是 還蠻濃活的 現在已經16度C 還希望可以 看一下有沒有東西可以做 嗯 我們缺三份糖 那我們先去把我們的肉拿走 OK 我覺得 應該還算可以 還撐得過去 應該可以撐到30天 應該是可以 明天應該就會有 就會有 東西可以吃了對不對 那我們再放 一點肉進去 大家都受傷了 那 呃 Kaya他是累的 Bruno你起來 讓Kaya睡覺 那 Bruno你還來得及做東西嗎 喔 這動作 OK 我們來看一下 Bruno 需要兩個燃料 沒有燃料 那今天晚上應該是 Kaya要做點事情 如果Kaya不是 Tired的話 OK Kaya是Tired 有點糟糕 還要再讓他出去嗎 他會變非常累 我可以讓他明天看一整天 然後 然後 Bruno Bruno 睡一整天 睡一整天 Bruno 睡 Bruno 看 那 Marin他睡覺 Kaya 出去 OKOK 那一樣是Sniper 一樣是GD手廣場 那我們帶一個Picklock出去 帶兩個 OK 我沒有Soul 所以我沒有辦法 再做更多東西 防彈衣會需要嗎 以防萬一 或者是我相信我自己 我不會被打倒 我相信我自己 我不會被打倒 OK Kaya 我知道你現在很累 然後 你可能有點傷心 但是 但是 這是你應該做的 我先 我要等GD手攻擊對不對 可是外面沒有人的話 GD手怎麼攻擊 這太糟糕了 外面沒有人讓GD手攻擊 外面沒有人讓GD手攻擊 我今天跑過去囉 跑過去Kay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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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邊全部都是老鼠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我剛開始進來的時候比較擔心是 這裡面 都是 都是人在這裡 那 我就真的會很擔心了 因為外面是狙擊獸 裡面都是人 很有道理 裡面都是些很恐怖的人 那 小嬰兒不見了 不 嗯 這只是一般日常的日記 小嬰兒不見了 就因為我那一天沒有 小嬰兒不見了 小嬰兒不見了 他是不是被誰救走了? 換一種方式去想他 希望他是被誰救走了 不然我真的會難過 靠牙把東西拿走 搞不好那個狙擊手是他爸爸 這樣子想了 會不會太天真啊 這個地方本來就可以進來嗎? 可以 我們還有樓上沒有去對不對? 我記得我的東西應該已經不夠了 還有什麼地方是可以解鎖或者是打開的 我們帶了很多木頭回去 這對我們來說應該是還蠻好的 因為我們可以做很多feel 那我們先到樓上去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需要用到soul 裡面好像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上面這個房間是從裡面block out 所以我沒有辦法進去 我可以跳上去嗎? 我嘗試看看好了 這邊還有更多東西我帶不走 不過沒關係 我可以來這個地方第三次 還是小嬰兒是觸發時間 又或者是只有第一次的機會 你第一次錯過就是再回來他就沒了 他就沒了 那這樣子我沒有辦法上去 那我唯一能做的是做出一把soul 然後從這個地方鋸進去 然後再看一下裡面還有什麼物質 我覺得這個地方比起 比起人 Sniper來說的話 他其實只是在浪費子彈 那 我覺得還蠻安全的 所以 所以我還會再來這個地方第三次 把剩下的物質搜刮完 還蠻令人傷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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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就這樣子不見了 動起來靠藥 OK 再下一槍 再下一槍 OK 我剛剛那一發子彈還真近 你看一下Caya的血 Caya幾乎已經快完全復原了 所以我覺得他再睡個幾天 他就 應該是 應該是沒問題了吧 我覺得 Alright 這一集Episode差不多該結束了 還蠻令人傷心的呢 那個小孩子就這樣子不見了 那一天如果沒有帶 取手的話 不就救不到他了 唉 來到第三十天 希望Bob們喜歡這一集 那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Episode的話 不要忘了在左上角一個喜歡 在左上角一個訂閱 隨便訂閱片頻道 隨便跟作文片動態 我們下集Episode再見囉 See you guys Bye bye Ciao